如果您是一位路亚新手 看完本集 让您路亚到第一条鲑鱼 我尽量用一条视频 把路亚鲑鱼给您讲明白 还是先说装备 后说钓法 清晰量比较大 每一句都是重点 路亚杆 选用1米9到2米2 超快钓路亚杆 硬度根据障碍多少 做钓水深和鱼体大小 选择L到MH的硬度 区间值很大 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由于需要精准抛头和漂签放线 仿车轮是不挤水滴轮的 由于贵鱼的生活习性 喜欢躲在障碍区和石头缝 种鱼后 要快速的把鱼脱离出障碍区 所以需要一只高速笔的轮子 来实现快速回鱼 如果是黑坑 或者是无障碍区钓小班柜 0.6加1.5号探陷前岛就足够了 如果是野钓 1.2加2.5探陷前岛 因为您永远不知道 野钓下一杆会上什么鱼 在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PE加前岛的方式 前岛线一定要长 有时前岛线三米都不夸张 可是我讲了这么多 还是不推荐大家用PE线 在可能的情况下 大家做掉贵鱼 尽量选用全碳线的方式 用2号全碳线 除了远头 碳线其他性能 完胜PE线 用耳 耳的刻重和鱼体大小不关 2.5克起步 随着水流的增大 水越深 耳的重量逐步增大 总之在耳自由飘落的时候 耳不要被水流吹起来 找不找底就可以 但是耳也不能太大 太大了容易挂底 轻障碍区用牵头钩或内德 重障碍区用德州或卡罗莱纳 激流和清水用替尾 净水和缓流用卷尾 当然啊 钓无定论 我只是说通常情况 如果说路亚是在找鱼 那钓桂鱼就是在找结构 来到做钓水域 先探水底结构 在可抛头的范围内 迅速扇面探寻水底结构 把耳在水底一寸一寸的拖回来 您的肝线耳就像探头一样探寻水底结构 然后通过肝子传入大脑 扫描成像 快速地判断出可能藏鱼的点 把耳抛向水里 举着肝子 让耳慢慢地飘下落到底 感觉耳到底之后呢 轻轻抬起肝子 然后等耳再次飘落到底 然后呢 压低肝尖 收紧多余的线 依次这样反复操作 如果过程中耳下落过快 说明您的耳用大了 如果抬肝之后 没有感觉耳明显的下沉 或者触底感 甚至说被水流刮跑了 这就说明您的耳用小了 应该换稍微大一些的 也就是重一些的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呢 感觉装一下 好像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 那你就要快速向上提肝刺鱼 而且快速摇轮 把鱼快速地拔出障碍区 如果是您提肝不中鱼 那说明您的软虫过大 或者是您的勾门过大 或者是下一杆 让一让口试一试 那挂底呢 也是抠桂鱼的常规操作 总之啊 您钓桂鱼的水平 是跟您损失牵头钩成正比的 准备上三五斤牵头钩 没事就去河边练 等水底结构探明白了 桂鱼呢 您就发毛 做个玩路呀的明白人